他是世界上最为嚣张的大毒枭 不仅拥有一支四万人的军队 甚至还竞选过国家总统 而他在被抓后 是乘坐着私人飞机前来服刑 迎接他的 也全部都是政府高官 更夸张的是 一整所监狱都是为他量身打造 就连里面的狱卒 都是他的手下 政府对外宣称是来坐牢 然而实际上 这只是政府的一次妥协 并且在服刑期间 巴伯罗的面粉生意也依然没断 相反在监狱的庇护下 生意更是越做越大 然而就在这天 巴伯罗的合作伙伴 却以他囚禁为由 想要压低面粉的价格 听见此话 巴伯罗的脸色大变 只见他轻轻挥手 手下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下一秒 两个合作人就被牢牢控制 而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场电剧游戏 很快 监狱杀人案件的消息就席卷全球 政府的公信力也在严重下降 于是在舆论的影响下 军方便派出大批士兵 准备将巴伯罗逮捕至军事监狱 但万万没想到 等士兵搜索完监狱后 才发现巴伯罗早就逃跑 而一场黑白大战也即将上演 之后 政府为了彻底打击巴伯罗 他们便赦免了和巴伯罗有仇的毒贩 但条件就是 必须要将巴伯罗完全打倒 这一次 黑白两道完全联合 巴伯罗的势力也遭到了严重打击 凡是和他有过合作的人 都全部遭到了杀害 就连他培养的童子兵 也没能逃过此劫 而此时的巴伯罗 在各方势力的寻找下 只能带着家人四处躲避 可受死的陀洛比马大 巴伯罗又怎能担心 他劝说妻子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无所顾忌地去进行复仇 但没想到 就当他的家人来到机场后 军方竟直接将他们截获 并以保护的名义将他们圈禁起来 见此情况 巴伯罗彻底愤怒 他急忙给妻子打去电话 但军方却监听了对话 并且很快就锁定了他的位置 此时 大批的士兵立马行动 很快就找到了巴伯罗的位置 而与此同时 巴伯罗也察觉到了不对 他手忙脚乱地和儿子说完一言之后 便立马走到了门前查看 见情况不对 他立马示意手下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可当他刚爬上窗户 下一秒 这时 士兵缓缓走进房间 而巴伯罗也被当场打死 至此 巴伯罗终于结束了他的嚣张人生 他在其他人的内容 我会打过我 他还把他硬发露了 我还把他硬发露了